近日 杨幂和一陌生男子现身朝阳区民政局 被网友拍到 大家都感觉离婚后的杨幂 经过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转 终于坚持不住了 毕竟女神也是女人啊 她也需要辛苦工作到很晚 回到家有一个肩膀可以让她依靠 她也需要一个爱她等她的爱人 在没有外界打扰的情况下 陪她看书给她说情话 但是针对此照片 杨幂方面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看来这又是一个闷响的瓜 让我们吃了 但是 虽然没得到证实 网友们却在一个明星的微博上 找到了蛛丝马鸡 虽然也没有得到印证 但最起码这次让吃瓜群众 有了一个坚持等待 吃瓜的理由和希望大家都知道 李一峰是南方人 杨幂是北京人 两人在一起合作了多部影视作品 感情也一直不错 而李一峰去年冬至的一个 南北结合过冬的微博 引发众多吃瓜群众的无限遐想 难道传说中的蜂蜜组合 真得会出现在江湖 其实 关于杨幂和李一峰的绯闻 早在三年前就被吵得沸沸扬扬 当时杨幂还是刘凯威的合法妻子 这一切还要从李一峰和杨幂合作拍摄《古剑奇谈》开始说起 《古剑奇谈》爆红后 两人不管出席啥典礼 都会被安排做到愉快 虽然在今年情人节前夕有网友称李一峰将在2月14日情节人公布恋情 大家纷纷猜疑是不是李一峰好事将近 但李一峰方面的工作人员却回应 坚定否认 不是我们 所以 看了一圈我们找到的蛛丝马迹 无非是一些片场或者活动上 不同角度拍摄出两人同框的寒煞摄影 并不会能证明什么 但作为粉丝我们还是希望李一峰或者杨幂尽快找到另一半 毕竟生活是两个人过的 无论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还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他的人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好了 今天小编就说到这里了 感谢您可以把所有的文章阅读完 感谢您对小编的认可 如果您对小编发的内容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 请学习&字幕开吩峰 请偿转发录 订阅 转发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